大家好 我是陳隆信 今天很榮幸來這邊為各位解說 五星方舟西浦英索之波羅陀十三天行程解說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旅遊的地圖 一比例半島有將近台灣十七倍這麼大 在有限的旅遊天數十三天 十個晚上 我們要如何的 讓各位貴賓在旅遊的過程中是 輕鬆而且又盡興的一個安排 我們行程特別安排 航空公司我們從馬德里進 一路SCOVIDIA 經過Torredor 坐了一段快速火車來到了南邊 安打路西亞人間天壇 玩完之後再進到葡萄牙 來到首都里斯本 周邊的旅遊點 Ebola 洛可夾 先達航空 歐比特斯 結束完之後 葡萄牙我們 飛了兩個小時的飛機 來到了巴塞隆納 也就我們行程的最後highlight點 在這裡做了結束 Ending之後 就坐飛機 經香港 回到台北 這是我們在這次的一個 十三天的旅遊規劃裡面 精心的安排 兩個國家 西班牙 葡萄牙加上 直播 摩托 的行程 好 前往一比一半的 當然 顯得的航空公司相當的多 我們計較理由 這次特別推薦 顯搭國泰 為什麼顯搭國泰 在這裡各位可以看得到 國泰航空 他在這兩年 陸續增開了 馬德里跟巴塞隆納 他的飛機 飛馬德里這個航點 是用 波音的777-1300 飛巴塞隆納用 A350的 XR 最新的機型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做國泰 為什麼做國泰 國泰呢 他是在整個 去 伊比利半島 是飛行的路徑 最大 台北 香港 而後 飛馬德里 他不但飛行 短 他的飛行時數 我們講 香港到 馬德里 14個半小時 回程 到香港 13個半小時 他是 眾多航空公司 在飛行路徑 時間上 最短 在搭配的 我們所謂的 A350跟 波音777 這兩個 在 航空機型裡面是寬敞 舒適 飛行零近度是非常安靜的 一個航空公司 好 第二呢 我們呢 在 所有 國泰的抵達時間 是早上8點 很多呢 都是在 中午以後 所以相對呢 我們在旅遊 一比利半島的時間 是有 比別人更多的旅遊的時間 第三呢 是最舒適的選擇 再次的機 提醒 因為這兩架飛機 是目前 在這兩種機種裡面 是最安靜的 不管他的經濟艙 他的一個 座位的一個舒適度是最好的 而這 兩種機型都提供了 商務 特險艙 跟經濟艙 三種艙的 可以依各位的財力而去選購 好 那 接著呢 我們這次的行程裡面 就特別的規劃 安排 九個晚上的 五星旅館 首先特別推薦這家叫 方舟五星的飯店 方舟啊 顧名思義就是 一條船 我想聖經裡面講的方舟 洛雅方舟啊 當初這名字取名啊 就是我 我取出來了 因為呢 在 看了這家飯店 他位在 植布羅陀的 海中間 我覺得好不可思議的 一棟建築 於是呢 左想右想 想了之後 就跟他取 叫方舟 那帶領的各位呢 來到植布羅陀 住在植布羅陀 海中間 然後呢 可以 在 落地窗 啊 這個 港邊 啊 你可以用早餐 眼眺的對面的 這是什麼 北非的 大陸 在這樣的氛圍下 用早餐 這樣的 當然房間 也非常的棒 本身飯店除了 提供這些之外 他也有 Casino 各位如果想要去博弈一番 也是非常好 整個 方舟裡面就好像 進到郵輪一樣 是那樣的一個豪華 高檔的 一家旅館 好 再過來呢 其他的五星級飯店 首都馬德里呢 我們特別安排了這個有名的建築大作 Eurostar Merger 以及呢 以及這個 Ceocan Pudate America 這個飯店 這兩家飯店 都非常非常 新鮮 且現代 在這個飯店裡面有很多的操作 都是 用 電腦化的一個 方式操作 飯店呢 他每一間的風格都不一樣 非常棒 好 再過來呢 拖雷多 我們安排了一個 拖雷多是一個千年古城 飯店呢 就位在古城 格的海 格格河的對面 你呢 在這家飯店的 房間內 落地的大窗 就可以看到 對面的千年古都 不管在日夜成分 分 每一個時間點的光影變化 都可以看到這個古城的 美麗的景觀 唯有住在這間飯店 你才能夠看得到那個美景 那巴塞隆納呢 我們就住 Maria 或者是 西爾頓 那再來呢 里斯本 我們就安排 一樣是五星的飯店 格瑞納達 Savilla 都是五星 整個星塵呢 就是九丸 五星的旅館 好 再來呢 講到西班牙 伊比利 半島這個地方 它的山面都是環海 所以它的海產物產 非常的豐富 魚蝦貝類 這些非常的多 那 土地呢 58萬2000平方公里 也相當的大 所以它出產了很多的物產 有 肉的東西非常的多 甚至起司 甚至呢 紅白酒 甚至這個 各式各樣的一個 農作物都有 所以在我們行程裡面 各位都可以看到很新鮮食材的 西班牙葡萄牙的一些調理 我們特別推薦呢 在我們行程裡面 所推 米其林 推薦的一家 Candidro餐廳 這家餐廳呢 是塞哥維亞的 最好吃的烤乳豬 天下的第一位 這個 乳豬啊 三個月啊 三個三週 出生三週啊 經過 香料的 醃漬之後 燒烤 烹調出來 乳豬出來之後呢 我們用盤子 去把它切割啊 這代表這個 豬肉啊 是非常的細緻 肉口就極容 當你吃下那一刹那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 真的是天下第一位 好 再來呢 我們在巴塞羅拉安排一個 200多年的 老餐廳 這家餐廳逛進去裡面 服務生就已經 讓你覺得很古老 再來我們特別安排它裡面的 非常好吃的 燉 鴨鴨 燉 鴨肉 光聽到鴨肉鴨肉就覺得肉很差很硬 並非如此 這裡的餐 你一吃下去你就發現 含在嘴巴那種 口腹啊那種非常芬芳 非常香氣的那種 離子味道 鴨肉鴨肉吃下去就這樣 入口就擠化 非常好吃的 其他的 西班牙像西班牙的塔巴士 西班牙的 海鮮飯 這些我們都有在新陳裡面 再來 剛講到海鮮 魚類蝦類貝類多 我們特別安排了 地中海 海鮮中和炭烤餐 在新陳裡面 可以吃到這個海鮮 那葡萄牙的部分呢 我們的餐食部分有特別安排 西班牙一樣 和葡萄牙一樣都有這海鮮燉飯 但是葡萄牙的 海鮮燉飯吃起來的那種口感啊 絕對 非讓你的回味無窮 因為它的海鮮多之外 它的那米粒的軟嫩度啊 當你吃了之後 你會覺得 真的是 怎麼會有那麼好吃的 國寶飯 浸在葡萄牙這裡 那 在西班牙的燉雞肉啊 霹靂霹靂雞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們的國寶 以及 葡萄牙的這個所謂的 美都撒 大西洋血液 大西洋 沙丁 都是在葡萄牙 這裡呢 我們新人都會安排 羅列在裡面 好 再來呢 喝的部分喔 來西班牙 來葡萄牙 西班牙是一個 世界三大的酒產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的酒啊 非常的多 我們特別安排 像赫雷茲的酒 你會喝得到 拉曼恰的酒 卡塔羅尼亞的 卡巴氣泡酒也會喝到 那最後 也會讓各位呢 品嘗到這個 叫做呢 Sangarilla 也就是特調的一個 香 一個酒精飲料 非常好喝 那葡萄牙呢 它的一個 另外 我們特別要買 就讓各位喝這個櫻桃酒 櫻桃放在巧克力杯裡面 當你喝完櫻桃之後 巧克力一併把它吃下去 那種口感又非常的奇特 那葡萄牙呢 另外呢 各位 我們在吃的部分 有排一個 百年普世蛋塔 這蛋塔 當你吃完第一顆 你就想吃第二顆 當你吃完第二顆 你就會想到台灣的汽油 你就會想打爆 買回家 它是讓你那樣子會覺得 愛不釋口 一口接一口吃下去的 糕點 好 接著呢 我們就 介紹 理由的部分 完 我們這次行程十天 十三天 十個整天 行程規劃 兩個國家 一個執布羅頭 一個殖民地 我們先講殖民地 殖民地呢 這是英屬殖民地 這是1700年 西班牙皇室戰爭的時候 法國人 破綁家族統治西班牙 將這塊土地 為了要收容英國人 把它割讓給 英國 所以今天西班牙人一直想把土地要回來 但是 愛莫能住 沒辦法 赤金 他還是輸贏 英國的土地 在整個歐洲是最後的一塊殖民地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呢 會坐專屬的巴士來到山頂上 從山頂可以眺望對面 北非 摩洛哥的景觀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那當然呢 直播羅的這個地方呢 我會 車子在正上裡面走啦 也會看到 直播羅的特有延伸種霓虹 這也是歐洲唯一的 林展杯 好 那再來呢 西班牙的部分 我們呢 巴塞隆納 馬德里 這兩個 現代之都 巴塞隆納 我想各位知道他也素有 模範天堂 因為有很多藝術家 比卡索、達利、米羅 都在這個地方 高地先生他的建築大作也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 走在巴塞隆納你都可以領列到 高地的那種 奇特的建築 他建築沒有直線條 都是那種曲線 他呢 認為曲線是世間最美麗的線條 所以他建築 的外觀都可以看到 即便是 這個大教堂 你也看不到直線 就都是曲線為主 那這個巴特羅之家 米拉之家 這些都是高地 還有 奎爾公園 高地的一些有名的大作 再來呢 講到藝術 比卡索 是西班牙人 所以他在巴塞隆納留下他 少年年輕時代的一些 建築風格 這些畫畫、畫作 那以及他晚年的一些作品 在這裡 如果你是個 比卡索民 你看到之後你會很喜歡 這個摩摩館 那除了 巴塞隆納到這些 魔幻天堂之外 我們就來到另外一個天堂 叫安達魯西洋 這是一個 阿拉伯人當年711年 進來之後發現 哇 這裡呢 山川土地 是如此的美麗 因為當他們離開了 今天的北非 綠洲 離開了今天的 北非 沙漠 他們來到這裡 這是一片的地域 這裡是一片的 如同天堂般的一個 生活環境 所以把它取叫 安達魯西亞 安達魯西亞呢 我們就安排了 安達魯西亞的 景點有 哥多華 Savira Ganada 這是他們的一個 旅遊黃金三角 除了這個旅遊黃金三角之外呢 我們還有 作訪了 這個 安達魯西亞裡面的 白色山城 跟 鬥牛之城 隆達 隆達呢 是在 海明威的一個 戰地宗室裡面 特別介紹 這個城市位在 咸牙峭壁之上 白色的 白色的這個牆壁 紅色的磚瓦 走在城裡面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 西班牙南部的那種 魔幻 以及 迷幻的一個 城市 好 再來 首都馬德里呢 我想他是一個 現代 他是一個 首都集散地 在這裡呢 我們就來看 波旁家族的皇宮 他是 法王 路易十四的 凡爾賽宮殿 因為他的後代子孫 波旁家族 統治了西班牙 所以他蓋了這樣的一個宮殿 裡面一樣是 展示了金幣非凡 非常美麗的宮殿 好 再來呢 我們就另外安排 普拉多美術館 全世界最 Pure 最純淨 最乾淨 他的畫作 都是自己畫的 要不就是 花錢去買的 最有名的畫家 在他們這邊有所謂的 歐古勒公 還有 皮拉斯蓋茲 戈雅 這是他們中世紀三大畫家 那 當然裡面還有產性 還有展出其他像所謂的 我們講的這個 杜勒 德國有名的畫家 拉菲爾 意大利的 這些 文藝復興的作品 在這裡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 接著呢 在西班牙 我們離開首都 我們會來到中部的一個城市叫做 唐吉歌德之路 來到這邊 你可以 拿著一本唐吉歌德 同時呢 你可以去看到這個故事 場景地像這個風車村 以及這個城堡 也就是當時被受歡迎 起始的一個客棧的地方 好 再來呢 葡萄牙的部分 我們會參觀的 所謂的仙達皇宮 洛可家 還有這個 Ebola 葡萄牙呢 它是一個鄉村的城市 一個 會讓你覺得呢 跟 這些現代化 跟這種現代都市 有一點差距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葡萄牙是那樣的一個 非常非常會覺得 它是那樣的一個親近 它不像很多歐洲的那種城市 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人跟人之間的那種 互動感 不一樣 葡萄牙人會覺得 那種老土啦 那種親切的那種感覺 我們特別安排 洛可家 及西點 那個地方呢 就是位在 人間地益最西邊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來到 歐洲 可以來到人間地益的 最西端 從這裡看過去 就一片的大西洋 在他們的行程裡面呢 特別安排 西班牙 葡萄牙的雙節 也就在我們吃喝玩樂 裡面的 樂篇 快樂 來到西班牙 我們得 聽一個音樂 叫做 佛朗明格 佛朗明格這個音樂來自於吉普賽的心靈音樂 每一個舞者所表現出來的姿態 舞曲 甚至吉他所彈出來的音樂 都能夠深深地撼動你的心 因為他們經歷了 長年的漂泊 生命的歲月的坎坷 盡在他的舞蹈裡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聽完之後你會覺得 非常棒 非常棒 還會像 再來 再聽的一個音樂 那再來的葡萄牙 特別安排的叫 法舟 法舟呢 是一個 布塔亞人呢 當年還 隨手啊 在14世紀的時候出海 到美洲 到遠東 各地呢 去海外探險 在這探險過程中所經歷過的很多的 生活的一些體驗 以及他們跟當地的文化音樂結合之後 把它轉換 融合成他們自己的一個 水手 這樣的一個 音樂 所以在音樂呈現裡面有一種 悲傷的氛圍 很多音樂 最有名的 我想就是這個 在法舟裡面都是一些女孩子 穿著全身的黑袍 然後呢 唱著這個什麼 I am D 這樣的一個 悲傷的一個歌曲 聽起來 你會覺得 也會融入到他們在那海鮮池袋 水手的心靈 睡宴裡面 好 那這個是在我們 行程裡面的 吃 喝 玩 樂 住 啊 那各位呢 有機會 你可以感受 有機會 你可以來到巨匠 巨匠帶給你們的是一個不同的一個 理由的一個環境 我們的每一個產品的思考 都是為了大家 的一個便捷 以及舒適 以及體驗 在地的一個生活文化 哲也 要學會 在手巨腹 舖背